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就在网络上分享了两张 小警犬不认真上班的照片 这也意外的引起了讨论 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这只小小的公务员就这样 被训犬员偷偷的带到了墙边 握着他的手手 直接将他壁动到了墙上 更据了解当时的警察叔叔是这样对他说的 跟你说了多少次 上班时间不可以撒娇 你也是公务员知道吗 原来这只上海地铁站的警犬Jazz 因为在上班的时间 硬是要急到训犬员的双腿间趴着 想要卖萌撒娇 结果才会被带到旁边 鼻咚谈话 看看他认真听训的模样 真的是让人又好笑又不舍呢 最后我想说啊 没想到营养的警犬在内心里也只是个孩子呀 那么我是狗哥 我们明天见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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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明天见啰